我们这款产品添加了四大温和的植萃成分 以及CPC液晶成分 不主动添加酒精和富有争议的孵化物 同时真正做到了温和低刺激 清新的明蒙薄荷香与瑞士习华盾的Evercool专利清凉技术 让口腔清凉又清新 我们知道漱口水都是入口的产品 因此成分是否安全 是否对口腔产生刺激这两点都非常重要 而我们所添加的四种天然成分分别是 木糖醇 茶多酚 风胶提取物 与金黄阳柑橘提取物 那么木糖醇其实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 与浙糖相比 它不会被口腔中的细菌代谢产生酸性物质 它还能够去促进我们的唾液分泌 从而降低我们口腔的PH值 减少了对牙齿的一个酸食 并且还能减少牙斑的一个生成 那茶多酚呢 它可以去抑制我们口腔中有害细菌的生长 同时还可以减少口腔的异味 而风胶提取物和金黄阳柑橘提取物这两个成分 都具有镇静舒缓的作用 能够有效保护我们的口腔粘膜 包括呵护我们的牙齿与牙周的健康 而对于我们口腔中 肿群丰富又容易繁殖过量 对我们的口腔问题产生巨大危害的这样子的细菌 我们同样也有对策 添加了主要的一菌成分 CPC CPC是一个怎样的成分呢 它又叫西匹绿癌 对菌斑的形成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能够有效抑杀口腔内的多种有害菌 那为了确保产品的入口安全性以及低刺激性 爱多美呢 专门委托了第三方的权威机构去进行检测 产品通过了多项检测 比如液菌效果检测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口腔粘膜刺激试验 国家化妆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的全项检测 那各项检测均表示 爱多美直萃薄荷漱口水 是安全温和有效的产品 尤其是在液菌效果检测当中 显示对白色念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的液菌效果 达到了99.9% 能够有效保持口腔的健康与清新 同时呢 产品真正的做到了四无 无酒精 无三绿生 无孵化物 无人工香精 这也解决了很多人的担忧之处啊 比如说含有酒精的这个漱口水 会有一定的刺激感 看见五颜六色的这种漱口水颜色 又会担心是否会对牙齿产生色素残留 那么我手中呢 其实也是有一杯倒入了我们漱口水的这样子的一个透明杯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不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 所以近乎是透明的颜色 满满的安心感 我们爱多美直萃薄荷漱口水 从原料的源头上啊 就有效地管控了各种有害成分的添加 除此之外呢 比起从前我们所见到的 包括在超市里看到的大瓶装的漱口水啊 那它们都是难以随身携带 开关瓶盖 又容易造成内部的这些液体的一个污染 而我们这样小小的一条漱口水 更适合每日繁忙的我们 追求我们的精致生活 那无论是我们吸烟后 还是重要约会前 爱多美的直萃薄荷漱口水 都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尴尬难为的口气与担忧 无论是在紧急情况下 还是说刚享用完比较重口味的食物 爱多美直萃薄荷漱口水 都能够帮助我们找回自信状态与灿烂微笑 除了在这些场合下 可以使用漱口水 对于一些有牙齿护理要求的人群呢 同样也是可以使用的 比如有一些佩戴牙齿矫正庆的人群 牙齿排列不整齐 容易有食物残渣 细菌残留的人群 以及时刻想要保持干净利落 优雅形象的人群 细菌残留人群 细菌残留人群 细菌残留人群